杜华这个坦赢的人生 我真的是深感佩服 他才真正的是那个 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人吧 在失业的时候 有朋友第一时间出资200万 让他去创业 简单来说就是上午失业 下午创业 第二天就变成老板了 公司被卖了 我有点悲伤 他说那我这样 我给你投200万 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始创业了 但是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就把别人200万给亏掉了 你以为他的生涯就此结束了吗 然后他又向这个投资人 又再借了一次钱 然后把韩根给签下了 韩根签下了以后 就开始了他的钱半生的荣华富贵 前半段他就靠根哥 稳住了公司的局面 后面开始挖掘练习生 在当时国内还没有怎么发展练习生 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着手了第一批 通过选拔 签下了王一博这一波小男孩 直接送到韩国去培训 然后出道 在UNIQ出道以后 一博因为遇到了限航令 回国以后到19年爆火 在后来就是三年的时间 直接把公司干到上市 这姐也成了股东之一 今年派了八个人到韩国选秀 有四个人出道 杜华你这个真的什么天生发财命啊 你这哪里是老天爷追的喂饭吃 你这是老天爷追子塞饭吃 不吃也得吃的那一种